10块钱两斤海鲜倒入锅中,加姜葱,料酒,半包盐菊粉,若干像我这样摇晃均匀,开大火焖煮三分钟,记得千万不要加水,这是盐菊海鲜肉质鲜美的关键,你学废了吗? 年夜饭可以做一道白酌鱿鱼,鲜嫩爽口,关键做法还很简单,河里刚掉上来的鱿鱼切成大大的小圈,水开下绿豆芽,芹菜烫熟捞出垫在盘底,再把鱿鱼下锅烫59秒马上捞出,铺在配菜上,放上葱花,红椒丝,浇上一勺冒烟的热油,最后淋上这个酒店都在用的白酌吃就可以了,鲜嫩弹芽,绝对是第一个光盘的菜 每次做这个糖醋脆皮豆腐,大人孩子都夸我是大厨,五毛钱豆腐切成小方块,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中小火煎豆腐,煎至18面金黄盛出备用,锅流底油倒入糖醋汁,其他调料都不放 下煎好的豆腐,让豆腐裹上酱汁,再撒点芝麻即可,外酥里嫩,喜欢记得保存 以后你要是再做鲁鱼,你就像我这么做,滑嫩鲜香,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切好的鲁鱼用清水清洗掉里面的血水,将蒜末用热油酱汁,再加入一包尺脂王调味酱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一勺土豆淀粉,放入鱼块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盘底铺上一层金针菇,摆上鱼块,加入几片葱姜去腥,大火蒸8分钟左右 最后撒上葱花,淋上热油即可,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 给孩子在家做芒果布丁,安全又放心,没任何防腐剂 准备500毫升鲜牛奶,30克白糖,35克白凉粉 朝着太阳方向搅拌均匀,小火煮开后倒入芒果丁 再倒入模具中冷却后脱模,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 糖和茶叶一起炒,炒出焦黄冒泡泡,倒滚烫的开水,还有纯牛奶,奶茶就做好了 锅里放红糖,半碗西米,加滚烫的开水,煮30分钟焖10分钟 红糖珍珠就做好了,放入杯中,加入刚刚做好的奶茶就可以喝了 再加做珍珠奶茶就这么简单 今天教大家一个土豆新吃法 小朋友们超喜欢,土豆切片蒸熟,碾压成泥,加白糖 一丢丢牛奶,两勺糯米粉,活成光滑的面团,再搓成小圆球 过一遍蛋液,均匀裹上面包糠,六成油温下锅速炸一分钟出锅 酥脆香甜,特别好吃 一个芋头,加一勺西米,一定要倒滚烫的开水,乳30分钟再焖10分钟 出锅加冰糖,纯牛奶,这就是火爆甜品店的香芋西米露 香甜丝滑太好喝了 两个鸡蛋,一盒酸奶,一勺糖,两勺淀粉一起搅拌均匀 模具中刷油,倒入面糊,摆上葡萄干,盖保鲜磨扎孔 上锅蒸30分钟,好吃的酸奶蛋糕就做好了 香甜绵软鲜嫩可口,喜欢你也试试吧 真的没想到山药饼能这么好吃 山药红薯上锅蒸熟,山药碾成泥,加白糖 两勺糯米粉,揉成团举一块压成饼 红薯碾成泥,放入这个奶香浓郁的芝士碎 团成球,包入红薯球压成饼 蘸些黑芝麻,小火煎至八面微焦 咬一口会爆浆的山药红薯饼,你也赶紧试试吧 吃这个柴心啊,还是要蘸上我们家这个柴和腐海椒面 小时候的味道,安逸得很哦 看好了,别眨眼哦 学会了的双击屏幕,谢谢大家了 你们看,我叫做腐海椒面,今天才先做出来的哈 怎么办嘛 要今天来搞不,安逸得很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